目前为止因为我登报开始了以后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我才知道票票的不止我一个人 拿出40万的芭蕾支票 郭小姐真的气坏了 不止自己寄卖的包包拿不回来 就连借给赖心业者的钱 也都付诸流水 因为我的关系 然后也算是一些不少的友人 因为他做这个二手名牌店 当然就是需要的就是人群 来给他捧场这样子 买他的东西 然后他当初来向我借钱的时候 是用哭求的方式 位在台南市的这家二手名牌精品店 大门警所人去楼空 赖心负责人几个月前恶性倒闭 受害民众多达三十几位 被骗金额高达一千多万 他经常风言风语 他因为连我们台南市立委赖心德 他也释出因为他也本身姓赖 我也没想到说他会释出跟人家说 他是赖心德的表妹 郭小姐说证明赖心负责人 对外自称是民进党级立委赖心德的表妹 还框称自己会通灵 不止如此 甚至还说收入会捐给家福中心等慈善机构 来取信被害人 所以要把这个皮包的二手后拍卖 所得的要监多少给家福中心 但是都没有 赖心业者卷款逃跑后 受害民众才发现他谎话连篇 希望警方赶紧将恶劣的赖心业者 升职以法 中立新闻赖冠张网月方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